坚持的基础 我叫大家对新成员国引渡 当前国际和地区的科考保障 可以有利益同 第十三次会议记者见面会现在开始 各方一致同意 要加强情报交流和联合行动 不但提升安全领域的协调水平和行动能力 要密切对抗部门联系 加强对一的一路合作 尤其是跨国战略性合作大项目 中大过激活动的安全保障 十四次声援安全会议民俗会议 感谢阿里莫夫先生 谢谢阿里莫夫先生 谢谢老伯阿里莫夫先生